欢迎收听火轻戏 亲近火 第八章 亲近的智慧 看透纷扰 明辨是非 在忙碌和复杂的生活中 我们常常被各种信息和声音所包围 难以分辨真假与是非 然而 那些拥有亲近智慧的人 却能够透过表面的纷扰 洞察事物的本质 明辨是非取之 他们的智慧如同一盏明灯 照亮了前行的道路 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真谛 让我们以巧步思为例 来探讨亲近智慧的力量 乔布斯是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他以其卓越的领导力和创新精神 带领苹果公司走向了巅峰 然而 乔布斯的成功 乔布斯的成功并非一旧而旧 他在创业过程中也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挑战 正是他内心的亲近智慧 让他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正确的决策 引领公司走出困境 乔布斯 乔布斯 乔布斯声之 要险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就必须不断创新 打破常规 他始终坚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力 不被外界的质疑和否定所动摇 在开发iPhone的过程中 他坚持采用触摸屏技术 尽管当时这一技术并不成熟 且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 然而乔布斯凭借自己的亲近智慧 看到了触摸屏技术的巨大潜力 最终推出了革命性的iPhone 改变了手机行业的格局 乔布斯的亲近智慧 还体现在 他对产品设计的独特见解上 他始终认为 产品不仅仅是技术的堆砌 更是艺术的体现 他追求简约 而不简单的设计风格 让产品既具有美感 又易于使用 这种设计理念 不仅让苹果的产品 在市场上大受欢迎 也引领了现代设计的潮流 除了乔布斯 历史上 还有许多名人 也展现了亲近智慧的力量 例如诸葛亮 在三国鼎立的乱世中 各方势力交错 政治斗争异常激烈 诸葛亮 作为刘备的重要谋士 以其过人的才智 和敏锐的洞察力 为蜀汉的新王 立下了汉马功劳 他深知 想要在这样一个 充满变数的时代中立足 但凭武力和权谋 是远远不够的 更需要一颗亲近的心 和一份深邃的智慧 诸葛亮提出的 龙中队战略 不仅为刘备指明了 前进的方向 也为蜀汉国家的建立 和发展 奠定了坚实基础 诸葛亮的清净智慧 使他能够看透形式 明辨是非 不为外界的纷扰所动 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和目标 无论身处何种环境 面对何种挑战 只有保持内心的清净 和智慧 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 做出正确的判断 清净智慧 并非依旧而旧的 它需要我们不断修炼 和提升 首先 我们要学会保持内心的平静 和宁静 不被外界的纷扰所影响 这需要我们具备 自我控制和调节的能力 能够在面对各种诱惑 和挑战时 保持冷静和理智 其次 我们要学会独立思考和判断 不盲目追随他人的意见和看法 这需要我们具备 批判性思维 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能够从多个角度分析 和评估问题 形成自己的独特见解 最后 我们还要学会不断学习 和积累知识 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 和思维能力 只有不断充实自己的头脑 才能更好地应对 复杂多变的世界 拥有亲近智慧的人 在面对复杂 分凡的世界时 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 和坚定的信念 他们能够透过表面的现象 看到事物的本质 不被外界的噪音所干扰 他们的智慧 由同一盏明灯 照亮了自己前行的道路 也为我们这些后来者 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 在现代社会中 亲近智慧 更是我们应对挑战 和困难的重要武器 无论是职场竞争 人际关系 还是个人成长 我们都需要保持 内心的亲近和智慧 以明辨是非 看清真相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 立足并取得成功 同时 我们也应该意识到 亲近智慧 并不是一种孤立的存在 它与我们的人生态度 价值观念 以及道德修养 紧密相连 一个真正拥有 亲近智慧的人 必然是一个内心平和 善良正直 有责任感 和担当精神的人 因此 我们在追求 亲近智慧的过程中 也应该注重提升 自己的道德 道德品质 和人格魅力 总之 亲近智慧 是一种看透纷扰 明辨是非的能力 它能够帮助我们 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 保持清醒的头脑 和坚定的信念 通过学习和借鉴 名人事例 和经典故事中的 智慧精髓 我们可以不断提升 自己的清净智慧水平 为自己的人生道路 增添更多的光明和力量 本章已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妙语同行 欢迎订阅点赞投月票 十分感谢